信经是圣经的辅助 那么不了解圣经的信徒 如何知道信经的正确呢 教会是这样的 无论是从信经产生那个时代 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信经 我说个别的那个信经 不意味着信经之间冲突 就产生这些不同信经的时候 在教会里运用信经的时候 其实出信徒不明白圣经的人 他们没有资格去判定圣经 信经合不合乎圣经 因为他们是婴孩 接受牧养的教导的对象 虽然我们说要慎思明辩 但是对于牧道友 一二三四五都不懂的人 你告诉他你要去查验 这种推算演算推理合不合理 这是不切实际的 小孩子初级阶段的时候 必须得接受母乳的补养 孩子刚进幼儿园的时候 也要在他的头脑当中 意识当中输入这种一数字的概念 渐渐的教导他开始懂得一些数字的法则 然后运算一加一等于二等等 对不对 所以连圣经都不懂的这些木道友 或者出信徒 他们最起码应该有的姿态 不是我要判明信经合不合乎圣经 因为他也不懂圣经嘛 他的本分就是接受相信教会的教导 接受真理 等他心智长大了 以夫所述四章那个目的是 建立基督的身体 是大家在真道上同归一遇 长大成熟了以后 能够不被一教之风 诱惑飘来飘去 对不对 心智长大了 他才能圣死明辩嘛 但是他在信仰的这个成长阶段 在没有概念到概念 从不懂圣经到认识圣经的过程当中 他需要教会的养育和教导 教导当中我们有好多方式 其中有教导圣经 我们照常的这种解经讲道 主题讲道 其中还有个就洗礼教育的时候 他们会用使徒信经 类似这样的信经去教导 他们核心的信仰告白 信仰内容 所以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 和现实的角度来看 这种不懂圣经的 可能加入教会不久的这样的人 他们的阶段是接受 接受教导的阶段 虽然这个需要对教会的一种信赖 对信经的一种信赖 如果这种信赖都没有的话 他连来教会都不可能了 所以等他有了一定的基础 随着对真理的了解 然后他自己读经 然后接受牧者的教导 透过认识圣经 认识教理了以后 渐渐地开始自己判定 我曾经接受的 是不是合乎圣经 所以有个过程 认知的过程 成长的过程 初级阶段的好像有点武断 但是也没办法 我们一般领域 也是这么活过来的 对不对 刚来一个学徒 什么都不懂 然后他要琢磨琢磨 师父的教得对不对 是我们尊重你的独立人格 独立思考 但是独立思考 也得有判明的一些 思考的架构和判明的标准 对不对 但是刚来的学徒 连这个领域 什么修车也好 学各种技术也好 连概念都没有的情况 只能像一张白纸似的 去接受 老师说什么就接受 然后接受的过程当中 随着成长 他在琢磨 老师教的这个合不合理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不是要剥夺 别人的这个思考 和甚至明辩的权利 但是刚来教会 不久没有基础的 零基础的 先接受教导 等长大到一定程度 再去探明 所以这个是一个成长的阶段 这些年轻人的 非常准备